待会请各位直接在这上面 你就可以新增了 所以第一个请你新增一个资料夹 按右键也可以 或者这边有个新增 按右键跟新增这边都一样 所以我希望按右键新增资料夹 那名称的话你就给 应该知道学号吧 学号你就输入 假设这样 学号按你的名字 学号名字按建立就可以了 好啊这个就是你的 然后你把它打开 按右键你可以把档案上传 传上来就好了 OK 不过上传的时候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个如果假设你是Excel的档案 而且是启用巨集的活跃部 如果假如说预设的设定 设定就在这边 假如你的设定是 这个所谓的启用 这个有没有 你有把这个打勾的话 它会自己转成Google 那你说转成Google有什么差异 它会自己把你的VBA删掉 所以记得 如果假设你要招罪不要打勾 如果你打勾的话呢 你的Excel内容我是看得到 但是你的VBA就不见了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待会我们先把那个作业做完 所以接下来上个礼拜的部分 大概重点再说一下 那我们理论上本来的预计方式 就是底下还有很多 其实还会爬到很多的像网页上面 但因为我们有九次上课 而且有同学 很多同学其实基础都比较薄弱了 所以我们就是先上一半 然后可能下一期或下下一期 再继续接着下一半 慢慢再来 然后因为我发现 根据那个上课的经验 好像大部分同学还是处比较 基础入门的 所以我可能下一期 我大概会开入门的比较多 进阶的也许我就暂时把它摆在后面一点 等到大家程度都跟上之后 我们再开一个 开这种比较进阶的 不然我怕同学是比较跟不上的 那这一期课都有录影 所以如果假设你回去要复习的话 这个有1到8次 其实清单还蛮清楚 从第一次 第一次我们做什么 第一次的话其实就是 至少登录这个ChurchPT 然后知道怎么 我们有练习的那个北市的切道的那个统计 这个是在9月8号 9月8号快两个月了 OK 第二次第三次 那上个礼拜的话呢 重点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就是先怎么样 先爬资料下来 所以第一个我记得好像我们先 找到云端上面的这个云端摆板 那这里的话应该是 一样是第一个单元这边打开来 就是 等于第二个连结 那这边的话就是 主要是先把那个 资料 就是 尽管会提供的那个两个月的 汇率资料 总共好像有十种汇率吧 那以往的做法是 先直接就点下去下载 有没有 点这边下载 但是如果呢 我不想要点下去下载 而是直接 直接能够用爬虫的方式 直接帮我汇入到A1图存格的开始 那我怎么做呢 首先当然一样 插入一个模组 那其实上个礼拜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 我利用那个范本 有没有这个范本 当然除了范本之外 其实你们也可以 试着请ChartyBee帮你写程式 可是后来写出来程式 我发现 也可以跑 只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程式比较冗长 第二个的话呢 好像执行的速度 有点比较没这个快 所以我还是觉得用范本 比较OK一点 所以 你们可以再试试看 那个ChartyBee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就先用范本 所以范本的话呢 直接从Sub到EndSub这一段 Ctrl-C嘛 那我上礼拜 其实做两个地方的修改 还记得吧 第一个就是 在Test分号的右边 把那个网址 网址的话就是这个 简式这边有没有 把这个下载网址的部分 复制 把它贴到这边来 贴到分号哦 记得前后不能有任何的空白 或者是其他多余的东西 第二个的话 这边输入950就可以了 950就Big 5啦 不过他这边没讲 他这边编码格式 他其他 其他就是让你猜啦 所以我上礼拜好像第一次是猜错的 因为只有两种 一种是65001 就是UTF8 如果是UTF8 就是65001 如果Big 5的话 那就950 执行一下 用那个UTF8的话 他出来是乱嘛 不过没关系啊乱嘛 那你就把它改成950好了 950再执行一下 OK就对了 其实这个就是编码方式啦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种编码方式 其实这个就每一家软体公司自己定义的规则嘛 那早期的话呢都微软公司定义了Big 5啦 可是后来因为有Google啦 有Apple啦这种大公司 然后他们会想说那我就另外定义一个 一个规则 但是微软就不想要跟他们一样啦 主要原因也是有道理啦 微软是说我的Windows是占率八成 你们加起来都没有我多 所以我干嘛要听你们的 应该是你们跟我一样才对嘛 所以一直都会有这种问题 那下载完之后第二个问题是 日期部分有没有 这个地方要修正 因为呢我们现在虽然 我们看得懂 但是Excel看不懂 Excel会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数字嘛 那Excel怎么知道是日期 大概有几个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加斜线 OK加斜线 那斜线之后的话呢 可是问题你要手动去改 哇那改不完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好像用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啦 就是利用VBA 但是你说老师那如果我不用VBA的话 我用函数可不可以解决 当然可以啊 只是函数比较麻烦 函数变成你要先这边插入一栏 对不对 然后呢在这边呢 用LAD取前四个字 用MID取中间两个字 再用RIDE取尾巴两个字 然后呢并且串两个斜线 所以公式啊 这公式我好像有把它放在云端上 就底下这边 底下你们往下卷 在这里 在第五页的地方 有没有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Write的公式 这个我用 看一下 这边 或者用DATE也可以 或者用Write也可以 我先这个复制一下 我把它贴过来 这个是在第五页的地方 这边有个公式 那我们可以把这公式 它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就是你用DATE函数 把年月日摆进去 那经过DATE函数格式化之后 它就会是标准的日期 OK按确定 有没有 就会像这样子 向下填满 那就把它盖过去 就OK 所以复制 再来选择性贴上 只有值 记得哦 不能直接贴 直接贴会 如果你直接贴了 它变成这样 那你一定要怎么样 把这个贴过来 一定记得选择性贴上只有值 值的话 就是把它现在看到的东西贴过来 然后再把这一栏 怎么样 给删掉 有没有 这样就OK 可是你说老师 为什么它出现的怪怪的 4555 跟各位讲 其实是格式的关系 因为它贴回来变原始状态 所以假设你要让它恢复的话 那很简单 你右键出现的格式 再把它通用改成日期 它就又恢复了 OK 那你说老师不对啊 它为什么是什么45566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跟各位讲 其实在以色列内部 日期的原始状态 它其实就是数字 那你说 为什么45566 跟各位讲 这个45566 其实呢 就是 我把它格式化一下 这个是2024年的10月1号 那其实 它这个日期呢 它跟官方说法 主要是说它跟1900年的1月1号 所以 它跟1900年的1月1号 去比较它的天数 去比较它的天数 所以一直到这一天为止 会有45566天的意思 所以1900年1月1号就2 1900年3 所以 所以一天就是数字一个整数 那你说老师 那一个小时的话 怎么去计算 很简单 就是1 24分之1 就对 1 24分之1 就一个小时 如果你说 分钟呢 那你再把1 24分之1 再除以60 所以你会发现 时间就小数点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那个日期里面还有时间的话 那当然它就会用那个 后面不是10分秒 那你就是记得 如果把它变成 右键除成的格式 原始状态的话 那就是 一个整数 那如果有小数点 表示它有时间 OK 那如果没有小数点的话 表示取到凌晨12点为止 没有时间 OK 那当然 这个是方法一 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我刚刚用的是用data函数 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不用data函数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有啦 如果你不用data函数 我把它控制一下 方法二 这个方法二 好像比起来比较简单 方法二的话 就是你不要用data 那很简单 你就在这个中间加什么呢 串接符号 给它串一个斜线就好 意思就跟我们平常自己打那个 有没有打那个斜线很像 中间呢 年月日中间有没有 就串两个斜线 在这个中间就OK 那你说老师 可是串一个 那个什么呢 串一个斜线 它是文字啊 那可是问题 它文字怎么变成日席 那跟各位讲 e-sale蛮特别的 它会看 如果你在这个储存格 多两个斜线 它就自动帮你转的日期 所以为什么说它会 你加两个斜线之后 它就变标准日期 因为e-sale它很自动 它自动帮你判断 原来你要把它当日期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真正日期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加两个斜线 OK 不过这个方式 理论上应该仅限于e-sale 如果其他软体不见得是这样 OK 所以这个是因为e-sale的自动化 背后帮你做了 不过 标准的应该是刚刚那个公式 只是刚刚那个公式 我觉得比较冗长一点 这个比较简单 两个斜线 所以至于你习惯哪一个方法 我觉得都可以 反正最后结果是对的 就没有问题了 有没有 但是你会发现加两个斜线 它靠左对齐 有没有 那把它复制一下 贴过来 其实结果应该是OK的 这个 这个方式的话 就不用写VBA了 OK 贴上而已 我没有选择新 把这个把它删掉 但是我看一下 格式一下 什么格式 通 通用格式 我把它改成日期 其实也可以 它其实 就自动帮你把它辨识成日期 日期 OK 好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所以如果你画个图 如果假设你是日期的话 那你再插入一个折线图 应该就不会错了 有没有上个礼拜这个 这样才会画正确 可是如果你是原来的数字 你画出来就变两条线 就错误了 OK 这个是上个礼拜有讲到的部分 但是 因为我是希望说能够 把这个地方 有没有 下载之后呢 那自动把它做日期的更新 可是你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明天因为汇率会更新 它又加1了 也就是这个汇率 它会在明天又增加 下个礼拜 应该没 今天 它到1号 所以再来的话 应该就 它这一天没开市 所以再来就是11月4号 又会有汇率了 可是如果你更新之后 那会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你假设礼拜一执行的话 那这个日期它又恢复了 所以很麻烦 那怎么办 你说老师 那我不是还要再一次 插入一个栏 然后再做 所以理论上 用函数解决是可以的 只是说呢 相对比较麻烦 它没办法跟VBA串在一起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还讲到一个方式 就不如你在这个地方 不要用公式 直接用那个什么 云端上面第五页这边 这个叫修正日期 有没有 直接 这个修正日期实际上就是 在这个里面怎么样 自动加一样两个斜线 这边加一个斜线 这边的话呢 也再加一个斜线 到底是一样的 所以把它全部直起 这样OK的 所以 最后我们好像是把两个串在一起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是希望让资料下载完之后 自动修正日期的话 那我可以这边加一个call 然后呢 把修正日期的这个sive名称 放在call的后面 记得这边加一个空白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帮我下载完之后呢 直接也帮我把 这个日期修正 就不用做两次了嘛 OK 那这样比较有效率一点嘛 不然的话 你如果用刚刚公式 你又重新再来 然后每次又要再插V 然后做完公式再贴 那浪费时间 这样子应该一次就搞定了 执行 全部就自动完成 那你在绘图就简单了 所以上个礼拜 好像我记得是先讲到这边 然后我们再来好像就是 OK 然后已经有把那个美元折现图 改为人民币折现图 所以画了两个图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把全部折现图把它画完 也就是有十个汇率嘛 你们看到美元嘛 人民币嘛 欧元 一直到好像是纽币啊 OK 所以这边好像十个汇率 那我的预期是希望呢 在这边就帮我画十张图 那十张图的宽度跟高度 一律都是十蓝十列好了 所以美元一个 人民币也是十蓝十列 然后再欧元一直往下堆叠的话 这样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复习一下 然后呢 待会我们把后面的部分呢 完成